我们是12点 12点出的地铁站 然后大概是12点半进的 进的场 人山人海 对 然后都是人挤人的那种 看到的全部都是人头 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吗 然后人又很多 然后我永远都只能看到 我前面那个人的肩膀 人头惨动 三步一走两步一停的这种 因为听大家说 永和庚都比较灵 然后在北京那么久 一直没来 所以今天就特意赶 这个时间就来了 新年元旦第一天 就想着我们的话 会有一个对新年 有一个好的寓意 然后这边也是来接受一下 我们这个周华传统文化 这个熏陶 主要是为家人那个祈福吧 家人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就行 说出来是不是不灵了 希望2023年 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转运 硕士刚毕业 然后打算考博士 然后就想三月份的时候 博士考试能够顺利通过吧 工作上肯定能多挣钱 就更好了 然后再出去玩一玩 希望咱们中国的经济 可以快速恢复到 一个正常的状态 然后我们的生活 就可以达到一个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达到平衡 然后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这边能感受到 人气很旺盛 表明咱们北京活力在恢复 我就觉得这一切 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现在就觉得很开心 放开了之后 大家可以出来玩 然后心情很放松 现在一年就很激动 和心爱的人 一块出来去哪都开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